大家好,我是帝叔 《密室逃生2》他终于来了 如果第一部已经忘光光了也不要紧 这第二部和之前的关联性也不是很大 讲述的是第一部中的作业和笨 九死一生密室逃脱之后 延续想要揪出幕后黑手为同伴报仇的故事 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回到2003年 密室逃生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 而这个男人就是我们的密室设计师 妻子不像自己的女儿 可莱尔在生活在这种畸形的家庭环境中了 所以和自己的丈夫进行了严正交涉 准备带走女儿 但是这个男人手里还有一个急需交付的密室项目 希望妻子可以给他一个小时 晚一点再坐下来好好谈 行吧,那就给你点时间 妻子就去游泳池游泳了 这里我们稍微给点女儿可莱尔的戏份 毕竟人家后面大大小小有三个主演 妻子游完泳之后往桑拿房里面一坐 咔,门就被锁上了 关犊子了 这是准备给不听话的老婆大人上一刻呀 谜语是我身在土中又在风中凋零 我淹没在水中又在火中幸存 答案就是石头 妻子急急忙着从一堆桑拿石里面找到了一块不一样的石头 此时室内温度已经超过了100度 打开石头原来里面是一块磁铁 用这个磁铁把门上的三根铁栏杆推开 就可以逃出升天了 但是桑拿房此时的温度实在太高 在妻子移动最后一根铁栏杆的时候 身体不知就这么死在了灼热的桑拿房里面 埋的伏笔说完回到现在 米诺斯也就是密室逃生的幕后大boss 搞了个飞机逃生 应该就是给做一颗笨准备的 他们正准备坐飞机去米诺斯所在的总部大楼调查真相 不过笨有点打退档鼓了 活着不好吗 我们刚刚死里逃生 为什么还要往更大的火坑里跳呢 但是作意心意已决 笨虽然有些怂 但是作意可是他在第一部里面的救命恩人 自然也是奉陪到底 我们再来说一下长大了之后的克莱尔 原来之前的那些密室也都是这个女孩的节奏 不过她的情况也不妙 自己也被困在了一个密室里面 关她的就是密室设计师的父亲 看来父亲将狼才净 只能仰仗女儿的天赋了 而且克莱尔对作意也是格外的上心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要见到飞机密室逃生了呢 并没有 作意孔飞机 最后登机的时候直接就怂了 估计当时米诺斯也是一脸懵逼 这小姑娘不安套路出牌啊 然后这两个人就选择开车前往纽约 但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傻眼了 整栋大楼都已经完全关闭了 甚至连个进去的门都封得严严实实的 这个时候有个小哥突然上前 说可以带他们进去 不过前提条件是给他点吃的 作意的怀表跑了 两个人就跟在后面追 这奔跑的速度和耐力 这是三天没吃饭吗 就这么兜兜转转 三个人就到了地铁站 这个跑酷高手还把作意和奔晃进了地铁车厢 最后还拿出怀表嘲讽了一下 就问你难不难受 差不多了 作意在车厢里四下查看 这明显已经中了米诺斯的圈套了 躁不起然 他们所在的最后一节车厢自动脱离 然后变轨驶驶入了另一个区域 刹车失灵 车厢里的人荒作一团 最后光当就被撞停了 大家被冲击历史的神阳马翻 不过索性大家都没有什么大碍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除了作意和笨之外的新成员 这个酒壶坏掉的 是个酗酒的神父 我们叫他酒鬼 这个是无痛姐 因为他没有痛觉 这位是旅游网红博主 我们就叫他导游姐 最后这位就是光头男 车厢锁死 并且通上了电 密试逃生的第一关即将开始 这些人全部都是在之前的游戏中 成功逃生的幸存者 看来逃避是没有用的 米诺斯并不会放过他们 酒鬼在车厢里找到一个包 里面有一条毛巾和一个门把手 导游姐这边发现地上有个上了锁的出口 门把手需要插到门上才能开门 但是整个车厢都通了电 光头安装门把手的瞬间就被电击了 不过问题不大 皮带是绝缘的 在把手上绑上皮带 再一拧门把手 门就开了 里面是一个老式地铁代币投币口 上面显示了数字9 提示是地铁车牌内的广告牌 这里也讽刺了那些到处张贴的虚假广告 所以注意到这些广告牌上面的英文单词都有缺失 所以只要找到缺失的字母 然后拉动旁边的扶手 代币就会从上面掉下来 大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找缺失单词和代币 而电力装置也在货平地增加功率 此时只剩下三个代币还没有找到 因为电力实在太强 大家只能趴着行动 这时候光头男友找到了新的缺失单词 一兴奋就站了起来 结果被电击中 一个两枪 双手握住了车厢内的扶手 这下玩独子了 光头男整个人被电的是透透的 无痛姐拿着橡胶垫 把光头男从扶手上面撞下来 但是为时已晚 光头男已经当场毕命 旁边的广告牌也被电击烧毁了 此时座椅抬头一看滚动的提示器 Welcome back 缺了字母WOP 终于最后的三个代币也找到了 千钧一发 本终于将最后一个代币投入 之前上锁的出口也打开了 也恭喜除了光头之外的 其他人成功闯入第一关 第二关我们来到了一家空无一人的银行 出口就是远处的金库大门 导游姐一脚踩上了大理石机关 激光陷阱起动 差点要了大家的命 在无痛姐和酒鬼的帮助下 导游姐的成功脱困 激光陷阱也瞬间解除 所以这第二关就是需要大家 想方设法地找到正确的路线 穿越大理石地板机关 到达对面的金库出口 时间只有十分钟 酒鬼在一堆棒棒糖里面 找到了两把钥匙 或许出路就在这里 与此同时 旁边的ATM机也开始运作起来 它们急需一组密码 两边的保险柜全是数字 唯独只有一个柜子上面是一个人名 苏尼亚 钥匙一开 所以这边全是锋利的钻石 碰一下就会割伤手的那种锋利 无痛姐这边是两大空白钞票 所以这两个东西又意味着什么呢 提示的是死亡赔偿金 所以本想到了用血去涂抹空白钞票 果不其然 在血液之下 数字开始显现 将密码输入进去 墙上的失踪开始归位 分别是纽约伦敦和上海的时间 时针指方向 分针就是走的格数 酒鬼用这三组时间 换算成了规避陷阱的路线 它每走一步就在格子里放一根棒棒糖 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走到中间的位置 三组时间都用完了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保险柜机关 所以它们需要找到新的密码 才能打开保险柜 然后继续走完格子陷阱 时间越来越紧迫 大家是毫无进展 此时酒鬼有些着急了 它准备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大家都尽力想要劝阻它这种 害人害己的愚蠢行为 但是它还是我心我素 然后是踩中机关 陷阱触发 自己吓得直接是一个后仰磕到头 撞运过去 还差点害得座椅命丧当场 好在笨在旁边 把他救了下来 把酒鬼拖上来之后 大家重新省事了保险柜的问题 提示是金钱让世界转动 永远都不会停止 这里应该是讽刺了贪婪的金融行业 这个提示让导游姐有了想法 根本不需要什么密码 保险柜的转轮就是密码本身 原来转轮其实是个圆盒子 里面有一张透明纸 贴在陷阱地图上 后面该怎么走 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必须要留下来一个人 指挥其他人走陷阱阵 所以当仁不让的 就成为了这个做出牺牲的人 然后大家一个接一个的进入了出口 收尾的作意清俊一发之际 总算在最后一秒逃出身边 奔对酒鬼的胡来行为很恼火 但是眼前可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他们要抓紧时间前往下一个关卡 也就是第三关 海滩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金属探测器 看来是要找什么金属物件 作为一队海滩旁边的 这对母女相有点在意 很快他们利用金属探测器 找到了船锚 但是危机也就此展开 这些黄沙突然之间就变成了 流沙正在向下塌陷 梧桐姐一下子就被拖了下去 这时候莽夫酒鬼再次上头 绑着绳子就跳进了流沙里面 很快就把梧桐姐给救了上来 不过就在大家准备拉他上来的时候 绳子却在这个时候断了 酒鬼也成为了第二个领和犯的人 找到了船锚 同时他也是把钥匙 打开了小麦布的门 一番寻找 作为发现出货就在冰箱里面 但是他们还缺少一个关键的道具 冰箱插头 作为还发现 小麦布里面的灯塔玩具上 有个开关 他们果断打开 此时流沙包围了小麦布 同时也打开了外面灯塔的梯子 作为准备兵分两路 踏出外面的灯塔碰碰运气 其他人在原地寻找冰箱插头 作为用灯塔上的望远镜 看到了关键提示 I can see you 我看不见你 于是笨就想到了海淡上 用贝壳遮住眼睛的模特像 果然贝壳就是冰箱插头 与此同时 作为也在灯塔上 发现了另一条隐藏出口 好家伙 现在有两个出口了 四个人应该怎么选择呢 笨肯定是跟着作为的 吴通姐呢也很快被说服了 但是导游姐的思想已经被驯服了 她觉得在游戏中作弊是错误的 哪怕这场游戏 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迫参加的 所以这第三关讽刺的 应该就是莫丑成规 面对黑恶强权 软弱不敢反抗的人 最后关头 导游姐还是选择了作业的灯塔 但这时候已经晚了 刘莎已经侵蚀了半个小卖部 门已经打不开了 这样的情况下 导游姐也只能进入冰箱 去到下一个关卡了 而灯塔这边也不是很顺利 吴通姐上去之后 梯子开始收拢 奔就擦最后一劫的时候 梯子夹上了她的手 她一松手 整个人就掉进了流沙之中 一下子就被吞没了 脱险之后的座椅 非常的沮丧 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笨 因为是座椅 一直拖着她一起寻找真相 但是梯通姐觉得 这一切都是米诺斯的错 眼下我们应该继续前进 逃离这里 此时他们听到 上面的紧笛声 接着出口就在上方 等他们爬出去一看 等待他们的 却是导游姐 风回路转 到头来 他们还是来到了第四关 这里每隔一分钟 就会下一场酸雨 所以他们要尽快 拿到酒馆的钥匙 通过一楼的梯子上到二楼 导游姐很快找到了钥匙 结果钥匙打开的 不过是一道防盗门 此时酸雨时间到了 这阳棚勉强帮他们 挡下了这一场酸雨 隔着酒馆的门 电视里面给了提示 让他们储水 紧接着电话亭里面的电话响起 而电话亭也被大锁给锁住了 那么他们就需要找到 耐酸的容器 储存下一场酸雨 然后腐蚀掉这把锁 三个人很快找到了 一个耐酸的番茄酱瓶 用它储存酸雨 酒馆的这阳棚 已经被酸雨完全侵蚀 不可能再抵挡下一场酸雨了 用酸雨融化大锁 但是电话那头却并没有人应答 此时下一场酸雨很快到来 但是电话亭里面 只能躲得下两个人 于是座椅再次选择自我牺牲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胡同就在电话亭 找到了一把雨伞 这才让座椅暂时有了庇护 但是这伞可坚持不了多久 这时候座椅看到旁边档服的提示 三个戒指代表了三声电话铃 这时候拿起来 车门就会打开 座椅总算是在关键时刻活了下 雨一停 无痛姐和导游姐也想进到车里 谁知车门突然锁死 转头一看连电话亭也被瞬间锁死 看来这是密室逃生的最后一关了 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去的原则 其他两个人只能痛苦的 在酸雨中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而座椅也被送到了下一站 他终于和密室设计师见面了 卡莱尔动用关系把座椅带到自己面前 为了就是让他帮忙解开自己的密室 为了这一刻 卡莱尔在之前的密室中给他提供了各种线索 甚至为此救下了笨 但是下一秒笨的位置就暴露了 被扔到了又一个密室里面 这个密室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是卡莱尔母亲死的那个桑拿房密室 卡莱尔说了 你必须救我出去啊 只有我知道怎么去我父亲的办公室解开密室 意思就是说 你不救我 那么笨就必死无疑 那没办法了 座椅只能答应 所以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诈 往侧面这么一看 原来这是一个透镜全息图 不同的位置可以变换三种图形 但是卡莱尔被关在密室里面 所以到此都看不到其他图形 最后的密码居然和黄金比例分割线有关系 我可不想回去上数学课 这里就长话短说 总之通过FID小写符号 破棄了离开密室的密码 刚走出密室 卡莱尔他爹就来了 经过一番乱斗之后 他爹反向被自己女儿关进了密室里面 紧接着卡莱尔关闭了密室程序 最终成功救下了笨 除了救人 卡莱尔还锁定了工作人员的房间 算是送给作业的一份小礼物 等作业赶到的时候 笨已经被救了出来 米诺斯的工作人员也被抓获 一切都好像太顺利了对吧 其实这一切都是卡莱尔部的局 人之初他就信本恶 从小卡莱尔就是反社会人格 母亲发现之后 准备对他采取措施 所以卡莱尔采取了杀星 桑拿密室也是他设计的 父亲只不过看到了 他的天赋和潜力 一直关着他利用他而已 而现在作业却释放了这头 是父是母的野兽 他不过是通过笨利用作业 再把对父亲忠诚的部下 献祭出来而已 而现在这个天赋异禀的 密室制造大师终于出笼了 我是帝叔 密室逃生2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电影 再见